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几个咱们看到了 打开一个文件 返回一个资源 对不对 还将资源关闭 打开的时候咱们说了可以打开各路的文件 但是每一种文件咱们操作的时候要选好模式 有R的模式 W的模式 还有A的模式 这几个咱们看一下文件的内容操作 在打开资源之后咱们操作文件中的内容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内容操作那肯定包含读和写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写入文件 看一下 使用FREIT 对吧 这个是打开资源之后的去写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写的模式 我们应该用什么去处理 为爱 打开这个 F部分打开 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 DEMO.TST 如果我想写的话 这会有什么模式 是不是W模式 对不对 那用这种模式只要是一打开 不管写不写 只要是就用这种模式打开 现在的当节目下 有DEMO.TST吗 没有 没有 那么我们看一下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如果文件不存在 会创建这个文件 好 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文件内容了 嗯 那如果文件中有内容 看一下 文件现在是不是有EKB的内容 对 我再打开 如果文件存在的话 它会把内容给清空 结局为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是明明有内容了 现在是变成零个字节吧 又没有内容了 这是W的性质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如果用写的模式 W这个模式 写之前原来的内容 一定要注意 你是想每次重写 还是想编辑 对不对 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使用F Red就可以往什么 往那里写呢 你不能说放在打开和关闭中间 就能往资源里写 不能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定要写好这个资源FP 看到了吗 然后我写一个字幕串 比如说写 3w.lampbrother.net 看到了 然后我刷新一张 你看 你看这里有1kb 我打开之后 什么内容就写下来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联系刷新10次100次呢 内容是什么样的 一直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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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每次执行都会清空 所以呢 内容还是保持这一个 那如果我想每次写都是最佳的方式 我就不能用w了 对 那咱除了wr 是指读 读的方式能往里写吗 不能 咱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我先把这内容 这里边清空一下 然后我们 刷新 刷新 是不是读的方式打开的 你看内容写进去了吗 对 0个字节是写不进去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换一下 我这会用一个写个n 加个画号 好吧 然后如果我用a的方 r加的方式呢 r是可以读吧 r加是不是读写的方式 那这个我再试一下 咱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又有了 对不对 那后边这个方框是 写个n画号 对不对 咱用vi打开就好了 所以r加和r能去分开了吧 是不是一个读的方式 一个读写的方式 对不对 但是读写的方式 原来文件内容会清空吗 对 不会清空 那不会清空 我刷新几次会 看一下 是最佳吗 不是 那他为什么没清空 那他怎么没最佳 因为他每次文件指定 开始 他会覆盖 听懂吧 所以呢 这是一个这样的内容 那如果我改成a的方式 这就是这种最佳 那最佳的方式 如果文件不存在 有个创建 那我们看一下 刷新 我刷新多次 你看 现在我们再打开这文件内容 是不是 我刷新了四次 他有四行 对不对 这就可以兴趣了 这就是a的作用 是什么 最佳 那了解这几种模式了吧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最佳 我们还有什么方式 这是写的方式 有没有读的方式 有 那我变成a 我这个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是变成f 我这会如果变成a 那么是不是指读的方式 读的方式 我们就不能用这个写了 那我们读有几种方式 有这么几种方式 f get c 什么呢 f get c 这是干嘛呢 对不对 但是必须的指定从哪里读 fp 从这里读 一次读一个字符 看一下 我现在输出一下 是不是输出一个w 对吧 那我连续输出呢 你看 你看 我连续输出这么多字符 是不是这样呢 一次只读一个字符 那我能不能用循环的方式把它全读出来啊 可以 一次读一个字符了 可以 你看吧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得知道文件整体的长度 对吧 知道文件整体的长度 对吧 那怎么知道文件整体的长度 我们看一下 使用 文件整体长度 你要全取出来求长度的话 也不太现实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f eo f 这个孩子 他里边传文件之真 如果文件出错 或者到文件结尾的时候 他反归真 真的吗 文件出错 或者到文件结尾的时候反归真 所以呢 平时他都是反归假的 那我加上这个 碳号就变成什么了 加上碳号 对 趋法 也就是当文件出错 或者是到文件结尾 对吧 才变成简了 我前面加趋法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加一个 w 循环 是不是 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里边 i call wf open 不是f open f gc wfp 看到了吗 来我们试一下 小心一下 oh 前面加了已经加错了 加刀子读了 对不对 你看 就把这四个字读出来了 所有字符都读出来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什么 f gc一次读一个字符 对吧 这个用的不多 因为你每个字符 除非小的文件 对不对 大的文件用它怎么的 效率非常的低 对吧 那我们再有换什么呢 我们还有什么 i call f get s 一次读一行 从这个里边 一次读一行 那一次读一行的话 读完一行 你是不是找下一行啊 这只读出一行 对不对 那我想 读一行 读三行 是不是三行啊 对不对 那我想 到文件结尾全部读出来 一次读一行 怎么办呢 跟刚才先把视频一样了 wf i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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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 是不是到文件结尾或者出错的时候 他可以反回 对不对 然后i call 到了过 i call f f get s 一次从这个字元里边读一行 我加个b 行吧 好 我们再试一下 我里边是个四行 是不是就可以四行多回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读取文件的一个方法 叫做f get s ok一次读一行 那有一次读一个字符 有一次读一行 那我能不能按我指定的 我想读几个字符 就读几个字符 可以 那我们再换一下 什么呢 看一下 用这个f 3 用这个还不可以 那我可以干嘛呢 看到 fp 对吧 我读十个字符 看到了吗 指定多少字符 就读多少字符 那有这么多字符 有100万个吗 没有 那我们读得 是不是也都读不来了 就是 他读取这么多 但是读取这么多也没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不知道文件的长度 然后按文件长度去读取呢 咱们是有文件长度 那个还说 什么 file size 里边什么 demo.tlt 那这个file size 反映什么呢 文件里边有多少字符 它就反映多少字符 那我就读多少字符 是不是能将整个文件去读出来 对吧 看一下 是不是都读出来 如果不按这种圈读出来的话 比如说你一次指定 一个样的循环的读 可不可以用刚才咱们那种方式 f eof那种方式 也就是这样 全读出来 跟刚才那方式是一样的 外循环 什么呢 这话 f 太号 f eof 然后 fp 对不对 比如说假设我一次 假设文件很大 一次读这 从这里边读1k 对吧 f rate $fp 里边读1k 1024 对吧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也能全读出来 对吧 可以按时间长度去读取 这就是我们几种读取的方法 当然这都是文件打开之后读取的 咱们前面也学过 在文件不打开情况下 这边也学过几种读取 对吧 比如说 file get presence 还有file 还有是read file 那都是不用打开文件 就可以直接读取的 这些则都需要怎么打开 打开 嗯 读取的方式能不能更灵活一些 可以 我们有这么几个函数 一个是 咱们直接看 对 直接看 可这样 当然写的时候 你咱看写的时候 除了写最后还可以指定多少 很多写就行 这刚才咱不忘说了 大家可以参考去用 这是读的方式 刚才他用我了 对不对 那咱看一下移动文件的指针 什么叫移动文件的指针 我们可以按我们想要的方式 去怎么 指定哪个位置去读 这是很灵活的一个操作方式 刚才他们读是读一配 对吧 读一行读一个字符 对吧 比如说 那我现在就想把这个 你看 在这个这个文件里边 我现在就想把 第一行的 LAMP BROTHER 这个字符读出来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是从第几个字符开始 0 123 从第四个开始 对不对 然后12345678 910 11 咱们语言11个长度 还是比较长的 对不对 从第四个字符开始读 读11个 是不是就行了 对不对 我们得有几种办法 首先我们得知道 我们当前的位置是哪 FTL是返回指针当前的位置 对吧 那你看 我们怎么办 在这话 把这个去掉 啊 使用FTL 刀头 FP 你看我输出 当前的位置 当前的位置 是什么地方呢 默认R打开的 是不文件指针 在文件的开头啊 所以呢 这个位置 在0的位置 看到了吗 对吧 那我怎么去移动这个位置呢 怎么去移动这个位置呢 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 我可以直接干嘛呀 看一下 我可以直接使用这个FC 对 资源 然后偏移多少位置 看到了 比如说 FC 这一句 是吧 FSE 将这个文件资源 对吧 移动4个位置 然后我再输出这个位置 你看是多少 对吧 移动完4个我再输出一次 是不是第4个位置 对 然后我再读 读取多少个 echo f rate 是不是读取11个字符 11个字符对不对 就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读完之后 这个指针也在走 除了用FC 可是在走的话之外 用这个移动之外 它可以干嘛呀 等多少个字符 它也是指针走了多少字符 那比如说读完之后 我再看一下 这个位置是多少 这就变成15个了 那么二成就取回来了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 这个位置 我能不能 从后往前调呢 比如说 我想 在这文件里边 把最后夹上这个 去看 把第三个字符合 怎么办呢 这里边你看到 对 你看有三个长量看到了吗 在第三个长量指定 这块设定指针等于它的字节 然后这设定当前位置 加上这个字节 你默认是在都是什么 从开始的位置移动自己 还是从当前位置移动自己 对不对 按的是从最后移动 看到了吗 那我们就使用这个 那我们就使用这个 看一下这块 使用Fsdk 那个对不对 然后 这块 传上fp指针 我移动 负三个字节 从哪呢 从最后 往前移动 对不对 对不对 那移动完之后 你看 我再输出Fsdk 到时候fp 读三个字符 你看 是不是读最后那三个字符 我刚才在这里边改了一下 对不对 看吗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看 你得读几个字符 四个对不对 后边还有个换行呢 对不对 只要写的时候是换行 也是一个字符 但是是不是om 能看到是最后两个字符 看到了 对不对 那说明我们什么 能往后移动 假如我再想要指针回到最开始呢 怎么办呢 你可以不用说这个移动回去 咱们这里边还有一个 看什么 什么呢 对 对 有问题 直接将文件指针移动开头 对 怎么办 来试一下 rf r e w i n e r e w i n e 直接放这个文件指针 那 这回我们再直接看一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不是零的位置 如果是零的位置 说明指针我们移动回去了 对不对 来 是不就是零 说明我们移动回去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文件指针的移动几个字符 很简单 对不对 那如果是写的话移动指针怎么办呢 写的话 可不可以呢 比如说我们这话 用一个 a追加 对不对 那我们这话 啊 i 怎么 i f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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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 hello word 这个字样 对不对 他默认他会在哪这家 小心一下 是不是在文件的末尾这家 看一下 是不是在文件末尾这家 对不对 那如果我能不能用刚才的几种方法 干嘛 我把它 移动一下文件指针 a不是不清楚原来的吗 你看 f 什么 re wi 对的 可不可以这么移动呢 对 对 然后这会再输出ftdll 写的方式可会用这些方式呢 看一下还是hello word 小心一下 0的位置是鼻动语了 那我们看一下文件的内容 在那记得了 还是在后面 对 对 他没有在文件的前面 对 虽然写的位置最加最一直在后面 你要达六方式肯定不行了 因为达六方式怎么办 是不是把原来内容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 所以说如果想在一个文件前面不断的加内容 文件前面加内容 那咱们就要做把文件内容全部读出来 在程序里边前面追加完之后再全部写回去才能做到 对吧 因为咱们这看的是做不到的 但是对于读的来说 这样是有效的 对吧 好 时间关系咱们这一课就介绍到这里边 这一课咱们主要介绍 如果文件里边写内容 如果从里边读内容各种方式 对不对 也介绍了有提点 然后读的时候可以有灵活的方式 就是移动指针的方式 对吧 对 那咱们这一课就介绍到这里 当然了 课件里边也提供了一些例子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这一课咱们教育咱们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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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